藏文的传承 完了以后我们用普贤行愿品来回向 其实我们每天有这样的课应该是很好的 至少也是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话 这个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 法王如意宝以前也是经常讲过 因此我这次上来在这个礼拜的话 今天是讲念《大日教言》的传承 然后明天讲《相关专论》 星期三的时候没有课 星期四讲《六祖谈经》 星期五讲《顶日教言》的第一天 这个星期五应该是这样的吧 你们其他的平时我们的课没有时间听 这样如果光听一个《顶日教言》 我看今年能不能完成 每天三四到五六个颂词 也许可能一天讲完也不知道 显现一个神通 我看今年没有课 快要是信用主席的东西 顶日教言 我小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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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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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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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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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